這個韓國瑜委員啊 可不可以約束一下你們黨內同事 你要再來攻擊我 大家市長瞠目結舌 所以我上個禮拜遇到那個韓市長 我剛剛想說不好意思 我有時候真的忍不住 不是屁股擦不乾淨 是他沒擦 沒擦 黃珊山很難打電耶 而且很情緒化 你說這兩個照片 非常重要的是站的位置 你說今天黃國昌在這個11位 今天在這個下午也站C位 黃珊站在旁邊 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路線的高下立判了 當這個站位出現的時候 遊戲就已經結束了 你說當這個位置出來 遊戲結束了 就是藍白河99%的機率 綠白河只剩下1% 因為早上上午看的時候 我還想說好 因為黃國昌他主打的是什麼大棋 反綠大棋 所以今天由黃國昌從門口 他也不是在樓上 門口一路接著韓國瑜 然後搂搂抱抱的 然後一路到樓上去 那個時候誰在旁邊 黃珊珊是在邊邊 所以黃珊珊只剩下一個功能 就是代位元 江提成你站這 你站這 插威的 插威最厲害的 但這時候我想說好 那我們等到下午來看 下午總會有不一樣吧 如果下午是由誰出來 黃珊珊出來迎接遊戲 那就代表沒有喔 民眾黨內部還沒有訂見 但當今天主事者 也是由黃國昌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是存訂了 歐利哥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今天過去有沒有黃國昌當請教訓 從來沒有好不好 有黃珊珊在哪有他的份 對 黃珊珊連柯文哲在他都要站C位 不是而且重點是 連黃國昌拿個麥克風 看到黃珊珊的臉色又預言而死了 對就今天黃珊完全退居二線嘛 連由錫坤來也這樣嘛 所以這個畫面再跟你講 現在在民眾黨內部 是由藍白河 也就是反綠陣線勝出嘛 那你說這個有沒有 柯文哲的受益 當然有嘛 你今天沒有柯文哲的受益 黃國昌改演這齣大戲嗎 所以常見人還是柯文哲 柯文哲嘛 那好再來回顧到第二個問題 講完這個民眾黨作為一個主體性 那我訪問一件事情 你講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韓國瑜 今天韓國瑜跟游錫坤 你知道最大的差在哪裡嗎 動員黨團的能力 韓國瑜有沒有能耐可以去動員黨團 有 當然有嘛 傅坤其一一已經輸贏給你看了嘛 我對於國民黨黨團 有實質影響力的喔 我有power的喔 我今天你讓我當院長 未來照顧小黨這一件事情 我是有拳頭可以做到的 但是反過頭來 游錫坤 游錫坤人了嗎 真的沒有辦法 柯建民還在外面叫囂 一邊他去拜會的時候 柯建民後都會被 呃呃呃呃呃 我才不要去咧 看上去有多難看啊 不代表我 還在外面怎麼好 你說這個 蔡吉昌臉色能好看嗎 我一個新潮流少主 然後陪你游錫坤老人家去 然後明明知道說 這鴻門業明明知道說 走個過場 那老柯在外面一邊叫囂 所以游錫坤這個代表 哥你知道有多慘啊 好 那另外就是 今天黃三三在跟韓國瑜 推翻的時候 你說有一個耐人學問 他說 叫你們國民黨的人 不要再打我了 對這個過程是這樣子 因為韓國瑜遜當然像破冰嘛 你以為他只有爆爆嗎 他動作很多嘛 那大家原本是在討論 改革的問題 江啟成報告 江啟成說 這些都四項 我們五項承諾 跟你這個差不多差不多 結果大家在討論改革的時候 忍不返黃三川爆出一句話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 這些內容討論 然後他突然說 這個韓國瑜委員啊 可不可以約束一下 你們黨內同事 不要再來攻擊我 大家社長瞠目結舌 理論上我如果被你這樣一問 我真的是啞口無言 大家氣氛融洽的時候 你突然來這一招 而且關注的還不是人 是我自己 不要攻擊我 不要再打我了 不要再打我了 但韓國瑜的回應超妙的 你知道韓國瑜怎麼回應嗎 他說 哎善善你委屈了 哎善善委員 你辛苦了 但你看看旁邊的國昌委員嘛 他修理我修理最終 誰沒有被他罵過 這沒事嘛 一笑明恩醜 然後黃國昌現場踢了 哈哈大笑 他笑到臉紅 太離譜了 怎麼那麼好笑 就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就擠了 但我不行訪問這件事情 他為什麼要問這個東西 對黃三三為什麼問這件事情嘛 我後來去刷黃三三臉是我懂了 因為他真的會怕 他怕 黃三三怕 怕 怕國民黨攻擊他會痛 老實說怎麼可能 那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一般我們如果遇到狗 在路上廢我們會怎麼樣 不理他 遇到有人在罵你 你不在意你會怎麼樣 我根本不甩 黃三三臉書做什麼動作 他很提告耶 他說你每一個指責攻擊我的人 我都要提告 所以顯然黃三三對於這些言論 有沒有在意 在意 非常在意 而且這不是限於政治層次的攻防 所以顯然這就如同他當初 在黃金會的時候 關心說我哥哥潛見國照一樣 他現在為什麼要這樣對韓國瑜講 代表我真的很在意 你能不能拜託他們 不要再罵我了 不要再打我了 所以這是他心中一個很希望 韓國瑜幫他解決的問題嘛 這比起什麼國會改革對他來講 更務實 這個層次更顯著 因為大家知道 未來極變政的院長投下去了 黃三三會不會繼續被罵 當然會嘛 繼續罵你綠白爾 繼續罵你小綠 因為還有很多議案大家要去處理 對 現在對於黃三三真的有這麼大的壓力 壓到今天台資中場合 居然說你不要再打我了 他講的就是你嗎 還有就是這樣 現在台北市政府真的有很多 柯文哲黃三三的資料 會一道菜一道菜的端出來嗎 其實上個禮拜我遇到那個韓市長 我已經我已經跟韓市長說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最近常常這個 批評黃三三讓你困擾了 讓你在爭取的時候困擾 因為我已經聽到黃三 有人跟我講說黃三三 要去跟韓國瑜抗議說 你怎麼叫我怎麼幫你支持這樣 所以我上個禮拜遇到那個韓市長 我剛剛想說不好意思 我有時候真的忍不住 該講的就想講 因為我講的都是市政有關的 市政裡面的弊端 還有不是屁股擦不乾淨 是他沒擦 沒擦 所以是選前的時候 選前的時候 其實選前的時候 大家我就一直覺得 每一次黃三三在罵別人的時候 我心裡都很想回說 不對啊 這件事明明你們就這樣幹啊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罵別人呢 所以選前的時候 很多人已經一直壓我一直壓我說 現在在談南白河 你不要講了 你不要講了 但是我也怕說我選前講的時候 被人家說 你就是來影響柯文哲選情的等等 但現在選後總可以講吧 市政有問題的地方 留下來的問題 我們還是一筆一筆要算清楚嘛 那所以我之前就聽到有人來告訴我說 黃三三準備去跟韓國瑜 這個行徑就像什麼 就像那個時候黃金會的時候 黃三三跟金普聰明明要談的是說 藍白要怎麼合作 什麼搭檔啊 到底是全民調還是開放式初選 明明談的是程序問題 怎麼會談一談變成把金普聰說 你們是不是要查我哥哥 這個是一樣的嘛 人家在談政事 你在談家裡事 那這個 你不能說剛好你們現在有這個立場 你就可以趁機開始開條件 說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哥哥 你不要查我哥哥 你不要查我的市政 我覺得一馬歸一馬啦 那今天我看到這個畫面 我非常的安心 因為站在主接待的人 都是黃國昌 不是黃三三 雖然他是不分區排名第一名 因為我想他們自己也知道 大家寧可跟黃國昌 溝通跟合作 因為黃國昌比較穩定 他個性比較穩定 黃三三不穩定 我覺得黃三三很壞到底 而且很情緒化 開門前跟開門後 他講的話就會不一樣了 那這樣很不穩定的狀況底下 就是今天閉門沒有關係 我們派開了門以後 然後大家離開了以後 第二天黃三三又在臉書上講 昨天怎樣 所以我們 我今天看到這個對口是 由黃國昌當主導的時候 我會覺得比較安心 很多人這樣照片過 大家都嚇死了 什麼時候看過 黃國昌笑得這麼燦爛 什麼時候可以想到 韓國瑜跟黃國昌兩個 可以擁抱在一起 而且不但是他們兩個 擁抱在一起 旁邊的人都笑開來了 而且誇張的是 如果你去對比 民進黨同樣都去拜會 整個場面 碰到國民黨進去 大家都笑一眼阻開 可是你看 在民進黨進去以後 大家如上拷彼 沒錯 市長民眾黨這一次 他到底立法院院長要支持誰呢 我們可以把它說是 民眾黨之前有所謂 路線之爭 路線之爭 路線之爭來說 到底我們要這個跟藍合作 還是要跟綠合作 這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跟綠合作的話 一般都說黃珊珊嘛 因為黃珊珊她比較阻撓 跟這個藍白河這個狀況 然後跟藍合作來說的話 主要路線是由蔡壁如 我們之前講過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 民眾黨路線的這個戰爭 路線戰爭 但是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兩個畫面就出來了 他們這個黃國昌 還有他們立院的黨團 分別見了這個韓國瑜 還有見了游錫坤 這畫面來說的話 你一看就知道說 未來民眾黨的路線 其實可能會非常非常清楚了 路線出來了 對 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 早上他跟這個韓國瑜見面的話 你看兩個人非常開心的這個見面 你看不只是韓國瑜開心 江啟臣開心 然後你看連旁邊的 陳昭之跟這個黃珊珊 其實都相當的開心 可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畫面 下午跟這個游錫坤見面的時候 你看完全都冷冰冰 我們看 你看黃國昌的表情就不一樣了 那你看游錫坤在那邊苦笑 那你看蔡其昌是已經整個年 根本笑不出來 相當相當的臭啊 那你看這好像是說 我強迫背到這個地方來陪笑的感覺 感覺後面有一隻把槍 把他壓上去的 對 那你看到黃珊珊的表情 或是像陳昭之跟 其實都跟上午非常不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比喻出來 一個是冷冰冰 一個是熱烘烘 那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最有趣的一個對話是 韓國瑜去了以後 不是跟大家擁抱嗎 是 擁抱了以後 那下午游錫坤去了以後 他也說 那黃國昌跟大家擁抱吧 要去跟蔡其昌擁抱的時候 你看 蔡其昌馬上就很冷 對 蔡其昌馬上就講 我只跟我老婆擁抱 我不抱別人 對 你看上午的時候 最大有大家 抱成一團 大家最有戲的就是 你看韓國瑜跟這個黃國昌 兩個抱在一起的這個狀況 果然印證了政治上 沒有永遠的敵人啊 保證2020年的時候 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他是怎麼K韓國瑜的 對 他還到他們的殺死場的時候 這個是腐敗政治 我們要徹底剷除了 結果韓國瑜 不是還想說有一塊農地 對 農地下面全部都是他們家丟的 所謂的垃圾 對 結果他還被韓國瑜告 結果兩個人還有官司 結果沒想到 現在他們兩個居然可以抱在一起 而且笑得還這麼開心 那下午的時候你看 這個 這個 蔡其昌就去了嘛 因為早上的時候 他們抱那麼開心 大家想說 下午 那裡面比照辦理啊 昌昌可以抱一下 就黃國昌跟蔡其昌兩個 可以抱一下 昌昌抱一下 上午是果果 下午是昌昌 這樣可以抱一下 結果沒想到 蔡其昌算是我的好朋友 是 我這個朋友也太慘了吧 對 結果沒想到蔡其昌 誰變到奧嘟嘟 整場坐在那邊 幾乎是沒什麼講話之外 你看最後要抱一下 沒有 不好意思 我通常只跟我老婆抱 你看連握個手 就握個手 對 而且還很尷尬的表情 所以你看從上午 跟國民黨的這個會面 跟下午跟民進黨的會面 你可以看到出來 其實民眾黨的路線 如果從我們客觀的感覺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 應該民眾黨的這個選擇 應該心有答案 好 說你講說 外好人看熱鬧 內好人看門道 這個當然講是熱熱鬧 那大家覺得很有戲 可以說最恐怖的是 黃國昌丟出來的一個 單一招尾 單一招尾如果 那個真的代表 其實你不能講說 它到底是 白綠核還是白藍核 它真正關鍵是 到底民眾黨 是反綠優先 還是反藍優先 如果是反綠優先 你就看到 反綠優先的大旗是蔡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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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黃國昌 兩個人 黃國昌今天站到了西位 黃國昌今天感覺已經足道 足道了以後 你是不是一個反綠的大旗 已經張起來了 反綠的大旗張起來之後 他又丟出了一個 單一招尾 之前有所謂一個委員會 兩個招尾 他說兩個招尾 就是淪為什麼 分贓 他說我們要強化 整個立法院的這個政治 來說要單一招尾 單一招尾 之來說 其實這個所謂 爭議非常大 你知道民進黨內 也沒有統一的聲音 結果你知道 這個後來呢 尤錫坤要報回說 尤錫坤同意了 他又丟出了這個 四項改革 四項改革裡面 有一個 第四項 其實前三項都 大家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 第四項可以說是 踩到了民進黨裡面 很多人的紅線 所以就是 朝建立常設委員制 單一招尾制度 那因為他這樣 他就說 我以個人身份表示贊同 你說我寫完了以後 對 趕快說是個人身份 對 那下午馬上就有很多 民進黨相關人士就說 你乾脆吃了這個 開炮了 開炮 開炮像這個尤錫坤 所以知道這個法案 是相當相當 民進黨裡面都以為 很多意見的 就沒想到 這個黃國昌 丟出這個意見出來 那難道呢 他要跟藍寧 互相的合作嗎 因為為什麼 因為假設 單一招尾真的通過的話 未來國會多數黨 是有可能全拿 就贏者通拿 我每一個招尾 都是我可以當的這個招尾 所以你說 如果今天民眾黨 加上國民黨 他就是絕對多數 絕對多數以後 如果是每個委員會 只有一個招尾 這個招尾就被 國民黨跟民眾黨全拿 如果被國民黨 跟民眾黨全拿之後 未來民眾黨在法律案 在預算案 在人事案 在所有的法案上面 你都沒有提案空間了 應該是說在法案的這個 招尾可以排法案的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的時候 其實招尾就扮演 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可能他在立法院的 表現上面來說 就會顯得非常的 這個致愛的這個狀況 甚至國會 因為權力很大 可能這個行政權 就會受到牽制 所以呢 有人就說 黃國昌 丟出了一個毒蘋果 說這個很招 這真是毒蘋果 很招 我們要這樣子來做 那這樣來做的話 當然 我們早上 他們跟國民黨 是談得非常開心 雙方是不是對單一招尾 有相關的這個政策 我們不得知 但是你從下午 所有民進黨都開炮開網 有習慣 你就知道說 很多民進黨是認為不行的 不能這樣做的 所以搞不好 立法院的院長選舉 這只是一個起頭戰 接下來的話 如果假設民眾黨 跟國民黨兩個合作的話 你看從單一招尾這個案子 引起民進黨 這麼大的反彈聲音 你就知道說 其實未來的國會 恐怕會相當相當的激烈 董事長 不是講說民眾黨是不重要的巴席嗎 不是講無足輕重嗎 這次藍綠都去拜訪 給足了面子 但有趣的是 兩邊的表情 兩邊的反應也差太多了吧 對呀 所以看起來就是藍綠來講 民眾黨是對韓國瑜來講的話 比較熱情 雙方面比較發自於內心的歡迎 那就是對綠來講的話 就有點比較 大家比較 相敬如兵 僵化一點 你看那個屬於比較應酬式的一個 但是今天韓國瑜去報了那個 黃國昌也太誇張了吧 韓國瑜本來就是很誇張 所以以後韓國瑜的誇張 才有榮兵的效果 榮兵的效果 把他三個人站在那邊對不對 他們的鐵三角 民眾黨的立法院鐵三角 你看有沒有 整招之黃三三 黃國昌 對 你看那個笑容 你看都令人感動 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是一個高手 韓國瑜在這個感動 你說玩這種東西是高手 這不簡單 成功的達勝 應該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2月1號沒有什麼懸念 是韓國瑜了 應該就是這個 韓國瑜跟江啟臣擔任院長 跟副院長 可是他本來不講說 你今天民眾黨的巴西根本無足輕重 可是 這藍綠兩黨都來朝聖了耶 沒有 無足輕重的說法 大部分是綠軍的說法 藍軍沒有講過這句話 而韓國瑜從頭到尾 都非常配合民眾黨的節奏 包括他的政策 還有他今天要尊重小黨 要幫助小黨 韓國瑜講得非常的 今天的大氣 我有看他的說法 他基本上 釋出非常多的善意了 他已經把這個民眾黨 把它捧在手上 捧在手上 呵護在手上 你看擁抱完以後 那以後民眾黨在韓國瑜 當這個所謂的院長 就可以呼風喚雨嗎 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要被照顧嘛 韓國瑜講得要照顧小黨嘛 對不對 第一個人是被定位成小黨 就很憋啦 你們背就碎了 對不對 你背不大 第二個韓國瑜要照顧他 我都不知道韓國瑜拿什麼東西照顧他 原來照顧他很可能就是趙偉 因為我覺得他們最後的談判的決策 是看趙偉 如果在趙偉沒有進入實質談判的話 在投票前沒有講清楚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連趙偉都不會讓 因為這個很現實利益的關係 所以換言之講 如果他們當天的投票方式 當天投 如果不在第一輪投下那8票的話 給國民黨 我認為國民黨連趙偉一起都不會給他 坦都不用坦了 你不夠巧合啊 你給票給得扭扭捏捏捏不上路嘛 你不上路的時候 我們就大家就動作模啊 因為到最後的談判趙偉 是不是誰來談判趙偉 那這邊有傅崑奇談判 傅崑奇為什麼不跟你客氣啊 傅崑奇的招偉是來自他各個黨類同志推選出來的 大家就慘不高水不流就照不走嘛 那你就大家拚嘛 所以那當然還會有一些談判空間 不過說硬到那種 完全要搞到劍拔弩張 所以關鍵在 第一個2月1號的投票 第二個是投票後的招偉 這兩個是主要主題嘛 那這兩個有沒有幫斗黏在一起談 我看這個樣子是沒有 看這個樣子是因為都公開了嘛 沒有密室協商嘛 因為國民黨也不願意密室 沒有人願意密室協商 不敢跟你密室協商 就是柯建宇講的 誰敢打電話給他 嚇都嚇死了嘛 所以這搞到沒有信用這個東西 很難搞 因為柯文哲不快點把他的信用建立起來 真的搞到這個以後的動力 沒有人敢給大家談了 沒有辦法談 因為台灣不知道你會不會變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不確定性太大 民眾黨沒有把他自己的信用 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確實建立起來 玩來玩去玩來玩去 搞到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就是一個 不確定的一個變動因子的話 逼到國民兩黨去做實質的談判跟合作 所以民眾黨會變成被孤立化 甚至於被甩鍋 好 那今天的環部帶也丟出來說 現在趙偉 美國人會招偉是兩個 他說我就搞一個單一招偉 有一個單一招偉 如果國民黨真的敢接這個招的話 他真的可以逼著未來民進黨 在立法院 人事前 預算權 法律 把所有全部都被卡住了 有這麼好的事情嗎 沒有嗎 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先問你嘛 民進黨有多少次的機會 在國會市區絕對優勢啊 上一屆不就是一樣嗎 他為什麼不願意改成單一招偉啊 他改成單一招偉 讓你所有小黨死光光 國民黨死光光 他為什麼不願意做呢 為什麼 因為做下去的後果不堪設想 變成在立法院內沒有和解 只有衝突 那只有衝突的立法院 你覺得這個在野組合 在野聯盟的這種鬆散 不確定的合作基礎 能夠控制到 能夠有確保它的利益嗎 那黃國昌為什麼要丟這個東西 那黃國昌的修 他是提議 他倡議這件事情 那是我說 他建議國民黨去殺人 你去帶人 你殺完以後你去關 然後我去分錢 黃國昌是 因為很簡單嘛 如果單一招偉那麼好 民進黨早就幹的嘛 對不對 民進黨掌握的優勢情況之下 都不願意搞單一招偉 你現在兩個合起來的優勢 我跟你搞單一招偉 你隨時給我翻臉 你不高興的時候 你又跟民進黨 跑去跟民進黨合作 好 回去怎麼辦 這個事情是嘴巴講講 而且這個壞點子 這個壞點子非常壞 你說這個壞點是不是 不是 這個 我認為這個點子是柯文哲出的 柯文哲 當然是柯文哲出的 柯文哲就是想耍狠嘛 就表示我敢狠嘛 就是耍狠而已 他除了耍狠嘴巴壞以外 一點效果都沒有 因為沒有人會買單 這個買單下來不堪設想 對 這個會就會貪心不足舌吞向 然後自己會走一身麻煩 而且你沒有能力去阻擋 民進黨的攻勢 對 然後民進黨還有司法權 你不要搞錯了好不好 剛剛今天的賴清德怎麼樣講法 怎麼樣要求他立法委員 那個多狠的招都出來 多清廉 清廉什麼意思啊 他清廉就是告訴你說 老子當總統的第一個會期 的初期告訴你 就是要打反貪腐到底吧 我們我們預料的東西 沒錯 兩個禮拜前我就講了 賴清德第一招是反貪腐 今天就牌打出來 你民眾黨這些 裡面一大堆人的 這個比較難聽點 還有一些前面 在台北市政府的前案 就淑慧坐在這邊 還擦不乾淨的屁股一大堆 到時候怎麼辦啊 你現在還敢出這種 那麼狠的狠招 你一下就要置民進黨於死地 我會讓你活嗎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淑慧 今天黃國昌丟這個單一招位 真的是不懷好意嗎 他真的是借刀殺人 想借國民黨的刀去殺民進黨 但國民黨不會上當嗎 他不是要借刀殺人 他是要不斷地被拜託 不斷地扮演關鍵的力量 對民眾黨來說 他整個崛起就是 只有一個角色 什麼角色 藍綠鬥 然後他從中取利 他不斷地說 藍綠惡鬥 藍綠惡鬥 但是事實上 最希望藍綠鬥的人 就是民眾黨 就是柯文哲 藍綠在爭總統的時候 他就出來說 看看誰 我要幫誰 我當選沒有可能 可是我有決定的可能 讓誰敗選 而且我要推倒藍綠高強 對 那個時候 我記得還在選總統的時候 民眾黨的公職人員 就在節目上說 我們知道阿伯沒有機會當選 可是我們有能力 讓別人不當選 後來柯文哲自己也這樣說 所以這是總統的時候 藍綠鬥 然後白就在旁邊說 我要看誰 再來 政府院長的時候也是 他現在又擺出說 藍綠鬥要來求我的幫忙嘛 因為藍綠都想要這一個 政府院長的龍頭 所以當這樣的時候 民眾黨才有存在的價值 那招委也是一樣啊 現在有雙招委對不對 那如果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說 不然你一個我一個嘛 我52你51嘛 所以我們每一個委員會 剛好都視聚立敵嘛 民眾黨呢 就沒得完 民眾黨就變成角落生物啦 你們看一下我啊 不用看你啊 因為我們一人洗剛剛好分啊 所以他要主張單一招委 藍綠再一次搶破頭 然後每一個委員會 就要去拜託民眾黨說 這一次你支持我啦 這一次你支持我 所以他又有八次 八個委員會可以去 扮演關鍵的力量 所以如果藍綠沒有鬥 藍綠沒有爭的時候 那民眾黨就是巴西 他就沒有空間了 連十分之一的這個力量都沒有 所以為什麼他要莫名其妙推出 單一招委 事實上單一招委對小黨 是極之不利的 因為過去像民進黨這樣 一黨獨大又單一招委 我每一個委員會都是我招委 國民黨根本輪不到招委 吳欣營也輪不到招委 對 正是因為有雙招委 所以民進黨才不好意思說 我一個人專包 才會有一些委員會 國民黨有機會 民眾黨有機會 所以如果是小黨腦袋清楚的 絕對不會推單一招委 因為那他每一個都沒有 他就變成說每一個都拜託人家 又要玩以小吃大 所以他只能分而十幾 他明明在這個文會只有一席 可是沒辦法 你們藍綠都沒有過半 要不然你這一席讓給我 他變成又可以玩幹港效應 所以民眾黨整個 他的重要性跟他的角色 就是不斷地去創造 藍綠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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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求我 委員會也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為什麼游錫坤 跟這個韓國瑜他們兩個 高度高下立判 游錫坤人都還沒有去投降書 就先寫出來 就先在臉書上說 你們的條件我都同意 但是更可憐的是 今天韓國瑜還沒有 我們只是談我們願意 願意配合 結果游錫坤 已經承諾修法建立國會庭政 承諾第一會期修法強化 人事同意審查 承諾第一會期修法強化 立委利益迴避規範 還有這最可怕的是 朝向建立常設委員會 單一招委制度 然後說是用個人身份競表贊成 這個就是NO了嘛 NO了 這個像馬關條約一樣 每一條好我都寫 你要白銀多少兩 你要割掉我幾個這個 我通通 但是我最後要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我不代表民進黨 我只能代表我個人 所以你寫這個樣子 又想拉票 你又沒有能力代表民進黨 你走進民眾黨的黨團 你代表誰 就沒有任何底氣了 所以你看這幾個人 臉都很臭 也不是臉很臭 黃國昌跟黃珊珊 他們不是臉臭 他們是懶得理他 原來你沒有代表性嘛 原來你只有你自己這一票 而且這個完全是空投支票 你知道嗎 因為等他如果真的 當了立法院長 他根本不能提案 也不能表決 所以他的個人身份變成0票 說不好意思 我是答應你了 可是我不能投票 所以說你講了半天 僅以個人身份競表贊成 就變成廢話了 就廢話 因為他的個人身份 到時候就不是立委 而是院長 他不能投票也不能提案 然後蔡其昌 為什麼臉這麼臭 他明明講他是個人身份 你就個人就好 你幹嘛在這封詳書裡面 把蔡其昌的名字擺上去 蔡其昌名字弄上來 你不是太是蔡其昌嗎 這一封詳書出來以後 每一個民進黨 甚至民進黨的民嘴們 全部都罵說 然後結果蔡其昌想說 我又沒有說答應 你裡面寫你個人 我也沒有意見 你為什麼要個人裡面 要把我們兩個聯名進去呢 那你有沒有問過蔡其昌 所以今天我覺得 游錫坤就是敗相已露 他已經在做最後一搏了 拉著老臉 去跟民眾黨說 不然這樣 我個人都答應你 你要我脫西裝 脫襯衫 脫外套 我都答應你 這難看 可是只有我而已 我們的黨都不支持我 那你說民眾黨 當然不會要游錫坤一票 還要游錫坤一票幹嘛 反觀韓國瑜跟這個江啟成 他們沒有答應什麼條件 他說國會改革我們一起來 那這個就是大家有維持到 基本的高度 可是他講了一句話 才是民眾黨真的要聽的 那些什麼改革 我說都是玩假的 不然講什麼 照顧小黨 為什麼要照顧小黨 立法院裡面還有很多資源 立法院裡面的黨團的運作 工作費 立法委員的出國的經費 考察的經費等等的 這一些院長都有分配權 所以為什麼他改革裡面 前三項都提法案 最後一項莫名其妙 跑出來一個 定期公佈經費 他又知道你立法院的經費 怎麼花 有沒有我民眾黨的一份 現在的整個政壇 是標準的實質三黨不怪辦 在實質三黨不怪辦的狀況下 不斷在立法院 在各個領域裡面 看起來會廝殺的非常的激烈 我們今天很多人都把焦點 放到了這張照片 也就是韓國瑜跟黃國昌的擁抱 兩個人以前勢如水火 兩個人是在天平的兩端 可是沒有想到 今天居然擁抱在一起 擁抱在一起 好 或許會代表 藍白未來在列法院 有很大的一個合作空間 而這個合作的空間 對於民進黨來講 會造成極大的壓力 可是大家可能呼籲到 賴清德 可是賴清德最近 他所說的話 他的動作也是火藥味十足 也是殺氣十足 我們看到他今天講 不要忘了民進黨清廉情政 愛鄉土的創黨精神 他講為什麼沒選好 是因為沒有特別留意 創黨的精神 小事沒有留意 他講任何出現 涉及清廉的小事情 就會減少一分力量 他講如果民進黨清廉有問題 是誰的清廉有問題 是蔡政府的清廉有問題嗎 如果是蔡政府的清廉有問題 那蔡英文要負擔責任嗎 現在等於說 你是繼承蔡英文 來接任這個總統大位 難道你會質疑 蔡政府時代的清廉 質疑蔡政府的清廉 你會出手嗎 如果你的出手 如果你的出手 造成了非常大的一個震撼效應 那個對未來 也就是不管對蔡英文總統 現代政府 不管對於我們看到了 柯文哲的政府 或者對於國民黨政府 你只要想習近平怎麼起家的 而這個反貪腐 也會變成未來台灣的主旋律嗎 所以 但我們今天講說 看到了黃國昌跟韓國瑜 兩個擁抱 擁抱 當然是對民進黨 丟出一個很大的情緒 可以說不是 你說 真的讓你看了毛骨悚然 真的讓你看了心驚膽跳 讓你覺得 未來那個可怕的軸線 是賴清德的講話 沒錯 你說賴清德最近 不斷的在講 要回到創黨精神 要求清廉 要求清廉 他會真的像吳董所說的 會有一個大規模的反貪腐嗎 真的 整個台灣的政壇 會腥風邪雨 血流成河嗎 沒錯 今天早上的這個黃國昌 跟韓國瑜的擁抱 或許可以述說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在立法院 大概院長這一席 會互相的合作 但是其實民進黨 已經不管那麼多了 不管那麼多了 今天早上的時候其實你看 賴清德到那個黨團的這個會議 他親自出席 他講了非常多 他說什麼呢 我們不要忘記民進黨的創黨精神 清廉 勤政 愛鄉土的精神 他還同時說到 沒有留意 他說蔡英文的總統認 認 認 認記很好啊 但是為什麼選擇這個樣子 因為沒有特別留意到創黨的精神 一些小的事情沒有留意 誒 這個是戒指蔡英文呢 是 蔡英文的政績好不好 蔡英文的政績好 對 可是為什麼還選擇很困難 因為沒有留意創黨精神 對 小事情沒有留意 什麼小事情呢 他說 每出現一件牽扯到青年的小事情 就會減少一分力量 中央政策的推動就會出現更大的困難 你看他這幾次屢次到 立法院裡面都講這個 你們這個青年的問題 然後同時還說 要求你們不要應酬什麼之類的 哇 他對於這個黨團是要求的紀律 相當相當的嚴明 連卡龍卡都不能唱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市長他現在接下來來說 他打攤絕招 我們知道 市長任何一個總統都是一樣 他只要能夠敢打攤 敢訴攤的時候 絕對會讓他的民調往上升 所以他講了這麼多 當然他說 我們黨內沒有留一些小事情 所以是不是 未來假設民進黨出現到青年的事情 他絕對會殺無射 我們看到2月1號 新的立法院還沒有就職的時候 是 民眾黨很多國黨 已經開始拔刀相向 看到520 賴清的也還沒有就任 對 也拔刀相向了 市長民進黨現在已經團結起來 尤其是你看 這個賴清德高舉反貪腐的這個大旗之後 你看有誰敢唱秋 我如果 我這個權力這麼的大 另外一個什麼 他今天也傳授了很多 他在這個會議裡面講說 當初曹操也大 我也是這個黨團的幹事長 所以意思是他 意思他 不太在意所謂國民黨 跟這個民眾黨 假設真的合在一起了 但是當然啦 下午大家看到這個戲都知道說 其實民眾黨原本已經 爭執已久的路線 到底我要慶綠 還我要跟綠合作 還是跟藍合作 從這張照片來說 你大概可以看出端倪 他們可能選擇跟國民黨 合作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而且市長你說 從黃國昌最近的講話 還有他今天的動作 是 感覺黃國昌跟綠 已經勢不兩立了 而且我覺得這是演一場戲 演一場戲 要找一個所謂 支持綠的這個藉口是什麼 你看 事實上最早最早 舉出所謂的 反這個綠的大旗是誰 就是這個蔡壁如 你看蔡壁如說什麼 你看 他說 我跟這個蔡其昌 在海線戰鬥 你死我活 你還要支持他嗎 所以他就講了 他其實是最早講出這樣的 其實後來 最早發難的是蔡壁如 緊接著下來是黃國昌 黃國昌就講了 他就說 他在這個館長的直播裡面 細數四大什麼 他沒有改革啦 然後從他主持會議的這個問題 然後這濫用權力 但第四點最重要 他是新潮流派系的人 但他講那麼多 黃潔那他跟這個蔡其昌 如果你仔細看 他跟蔡其昌之間的恩怨 其實他細數蔡其昌四點 也沒有多嚴重 而且韓國昌跟黃國昌 兩個擁抱 是有多大的意義 從這張照片看出來 兩個人以前是勢如水火 是你死我活 如果我要把勢如水火 你死我活的敵人 來擁抱的時候 代表 另外一個敵人更可怕了 沒錯 韓國昌跟黃國昌 兩個人本來就是勢如水火 有沒有 事實上前一陣子的時候 這個柯文哲問到說 他們兩個互相說 他不是說 我很難想像這個畫面 今天讓你看到這個畫面 還抱在一起 而且他們兩個還抱在一起 還很開心的這樣抱在一起的這個畫面 好那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有點似似而非 或著似似似似的感覺 因為第一個 你看這是2020年的時候 你看 這是黃國昌當時 你看2020年 他說 我站在這個西羅大橋殺死的這個 西羅大通殺死的這個舊子 我儘儘地告訴自己 如此腐敗的政治 必須徹底掃蕩乾淨 欸 他當初講的就是韓國瑜耶 就你知道 你現在居然跟他抱在一起 所以人家就 有人在這個網路上 當然就說 I could so他 不過你知道 欸 他跟韓國瑜之間的這個怨恨 這麼這麼深 兩個居然都合在一起 我們就講 能夠讓兩個水火不容忍的 合在一起 是因為有一個更大的敵人 更大的敵人 更大的敵人 顯然就是綠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從這些動作 你可以知道說 其實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至少在立法院這一局來說 絕對會跟綠軍 站在一個對立面的這個狀況 所以說 欸 現在大家都已經把武器整票 未來四年不有無寧日嗎 當然 我們就要講 事實上這一次來說的話 這個 黃國昌也拋出所謂的 單一遭尾這件事 你看單一遭尾這件事 你就可以看到出來 國民黨目前是沒有對這件事 有任何的反應 但是你可以看到綠軍 綠軍的反應是完全都是反對 反正非常強烈 從來 這個 這個今天的時候 這個 這個游錫坤 跟蔡其昌 他們丟了一個文件 就是說 欸 我們回應你 那游錫坤只能說 我是用個人意見 可是你注意到 從下午開始 這個所有的政論節目 綠軍的所有人 幾乎都完全都來罵他 也就是說 罵游錫坤 對 你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做 甚至還有人說 欸 游錫坤你戰力太弱 趕快你如果沒有選擇 然後就辭職 你知道現在民進黨的內部 其實他們某些聲音 他們也不要跟民眾黨 如果你這樣要求 我也不要跟你們做 無法忍受 無法忍受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現在整個氣氛已經非常清楚 相較於下午 你可以看到 游錫坤去跟蔡其昌 去這個下午 跟民眾黨拜會的畫面 你對比上午這個 他們跟國民黨之間的融洽 事實上這個民進黨 跟民眾黨之間的關係 是有點冷冰冰 那就連最後人家說 欸 要不要學上午了 這個蔡其昌 跟這個黃國昌兩個抱一下 蔡其昌就跟說 不好意思 我只跟老婆抱抱 我們握手就好 你就知道說那個氣氛 其實你看也看得出來 民眾黨的路線 其實已經相當相當明確了 當我們大家今天都注意到 黃國昌擁抱韓國瑜 而且 等於說兩人過去是水火不容 兩人過去是死敵 竟然可以進去前嫌 代表一個更大的敵人 而這個更大的敵人 民進黨一定會受到 這兩個人極大的挑戰 你說沒有 更可怕的是 今天賴清德也知道他的處境 所以賴清德出手了 賴清德出手 非常恐怖 是他直接挑戰清廉 挑戰什麼清廉 他連蔡英文政府的清廉 都敢質疑 如果他連蔡英文政府的清廉 都敢質疑的話 那他的刀會殺在哪裡 這個反貪腐的路線 會攻到什麼程度 接下來 會整個天翻地覆 血流成河嗎 賴清德當選總統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退出新潮流 他退出新潮流 換言之上 他又準備當民進黨的 全民進黨的總統 準備當全民總統 那他當全民總統的 唯一的政績在最短時間 是520之後 就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反貪腐 那反貪腐來講的話 一定是前朝貪腐 他會抓嗎 當然100% 但是一定要殺全朝 所以他現在講的 他現在講的就是民進黨 他有講別的黨嗎 沒有 他每出現一件 他講總統 蔡英文的政績非常好 但是民進黨 仍然遭遇相當的困難 這其中的原因 沒有特別留意 創黨精神 創黨精神 清廉 情政 愛鄉土 對 然後後面講的更簡單 每出現一件 牽扯到青年的小事情 就會減少一分力量 完全就講青年了 沒有講別的 沒有什麼所謂愛鄉土都不要談 就是青年是他的第一項 最要緊的一個執政目標 對 換言之上520之後就開始就砍了嘛 就先搞青年嘛 所以說如果青年的目標 還繼續揹在他的身上的話 他翻不了身了 對 所以他第一件事情 而且青年是他的包袱 在選舉中間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包括新潮流給他帶來的包袱 他也背負了這個 背負到他現在這個選票流失的事實嘛 所以這個他通通要翻轉的 所以他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不把他快點快速在他的短時間之內 把他民調拉高 七年的趁機做出來的話 你認為他是四年好選嗎 不好選 很困難嘛 所以他一定要大幹嘛 可是他敢嗎 賴清德在台南的政績裡面 他抓這個反對 用司法上去 他的對手跟他司法上去 你說抓李全教 李全教 包括議長這個郭信良 通通都是司法 包括他現在我都認為說 在台南就會是第一個示範區 台南可能會先動手啊 台南我聽到消息 台南會是第一個動手目標 你說台南接下來會興風學域 謝劉成河 當然興風學域 前岸因為選舉而耽誤的案子 現在會重新啟動 對 我認為在這個目前四個月當中的 空窗期 台南就會動了 那當然一定是前朝的一些的弊案 對 前朝的弊案他非動不可 他如果不動前朝的弊案的話 他得蓋花承受你知道嗎 蓋花承受是變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到時候我下一次選舉 我就拿來打你啊 對 所以他不可能去蓋花承受前朝弊案嘛 然後當然第二個更重要的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弊案嘛 他會打台北市政府 當然打台北市政府 柯P在去年12月8號 接受這個蔡壁如的專訪的時候 對 就宣布過啊 他說如果我選輸的話 賴清德一定會清算啊 所以柯P就自己講了 所以前兩年監察委員 針對金華城提出了糾正 那只是一個啟示報警告 我覺得全面性的 而且他現在有兩個問題了 第一個柯P他挑戰了賴清德 四年後的總統對不對 那白綠票本身的重疊性太高 同質性又太高 這個就是他懷負無罪懷避其罪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黃珊珊又宣布說他兩年後 他要參選台北市市長 對 馬上要挑戰到這個 蔣萬安的這個權力基礎 那蔣萬安本身 如果以本身的利益來講的話 蔣萬安的個性上 也不可能去袒護你這個前朝的弊案 這兩個都不合理 所以藍綠都會殺 藍綠要合作起來 會殺柯P跟黃珊珊 所以黃珊珊今天跑去跟這個 跟韓國瑜 跟韓國瑜講 所以你的人不要打我了 國民黨人不要罵他 國民黨不是罵他 國民黨是要頒他的老底的 好 另外講 其實有一個等於日本的媒體人 野島官他其實對台灣非常熟悉 他跟民進黨也非常驕傲 他直接講 他特別談到了柯文哲現象 在台灣柯文哲現象的時候 他說大家都以為說 這一次的選舉是美中台的關係 兩岸關係 他說沒有 他來觀察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支持 他說因為年輕人對生活 對經濟 對民進黨的腐敗 對土地的正義 還有候選人的支持 都無法忍受 這個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看法 其實這裡面真正的關鍵變化 還是在藍綠本身的這個 對年輕人的這個隔膜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在技術性來講的話 在技術性來講的話 柯P確實他花了很多錢 在所謂網路上面的佈局 包括連抖音 這個關鍵人 因為抖音是民進黨 不準時運用的社交媒體 不能碰 所以柯P就大量運用抖音 那民進黨 國民黨來講的話 根本沒有用抖音的條件 所以很多剛好複雜在一起 然後還有在蓋牌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 柯P今天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東西 就是欺騙 誠意的問題 他用欺騙的方式 取得這些選票 如果他用正確的資訊的話 他拿不到這個票 他騙大家說他是第一名 所以才造成很多人誤導年輕人投票給他 其實這是選舉技術的這個結果 但是結果會怎樣呢 結果有改變了選舉的最後結果嗎 沒有 所以四年後也是一樣 他仍然是扮演一個 就是說程式不足 敗事有餘的角色 但這個角色 他四年沒有機會嗎 沒有 完全不可能 還沒有機會 而且他扮演這個角色很糟糕 就是害人害起了以後 還招致到今天賴清德 對他的這個眼紅 記憶要追殺 就是惹禍上身的主要原因 賴會追殺 因為他欺騙嘛 你用騙的方法嘛 如果你用正大光明的方法來選的話 我就是第三名第三名嘛 賴就不會被 賴的票就不會被 那麼大量的流動嘛 你用正當的手法來選舉的話 賴不會追殺他嘛 你為什麼騙人幹什麼呢 所以欺騙是一個最壞的 一個神人共憤的一個事實 雨雪 今天民眾黨 跟韓國瑜的這場會面裡面 真的有一個非常突兀的場景是 講著講著 黃珊珊突然跟韓國瑜說 你們國民黨的人 不要再打我了 這個東西喔 是突顯出黃珊珊的焦慮感 焦慮 我先問 原本今天喔 這種在野敗會的大戲 應該是由誰來主導 黃珊珊啊 她不分區第一名啊 過去都由她主導 結果是由誰來主導 黃國昌 對你知道為此黃珊 還在臉書上PO一個限動 你知道她要幹嘛嗎 她就是這樣比 他擺這個 他擺這個什麼 這個有什麼意義 她的意思是說 我是指揮黃國昌 是我叫她去迎接的 她還想要電郎堂啊 那為什麼她要去電郎堂啊 各位你看就是這個畫面 黃珊在那 比他 他說你看 你看手這樣揮 他說來國昌去 國昌去 他要證明什麼事情 他是老大 我還有控制權 各位你不要誤會了 但為什麼他要證明自己有控權 因為他內心很焦慮 焦慮什麼事情 我們在會議上就看到了 原本會議保 結果這要討論什麼事情 他說國會改革嘛 四大訴求嘛 五大訴求嘛 有沒有 有 江啟臣也討論國會改革 連張祺凱都討論國會改革 連林毅君 連聽都沒聽過 大家都在討論得很熱絡 黃珊珊不發育 都沒有參與這個過程中討論 結果到最後關頭他才忍不妨冒出一句話 說韓國瑜委員啊 可不可以麻煩你約束一下 你們國民黨的委員 不要再攻擊我了 攻擊我了 這太針對性了吧 不是 那個話題裡面 根本沒有雙方兩個政黨的攻防 他突然冒出這一句話 大家把人家想像當時畫面耶 現場畫面是什麼 大家都在大笑啊 哈哈大笑 氣氛融洽開玩笑 你農我農的 現場很熱絡 結果你突然丟出這句話 就什麼完全人場王嘛 結果韓國瑜你知道怎麼回應他嗎 說哎呀珊珊啊 這個你委屈了 你辛苦了 哎呀你這段路程 我經歷的比你還多 哎呀像我過去 你看被這個黃國昌修理成這樣子 那黃國昌還很高興哈哈大笑 笑得滿臉通喔 那我們就反問啦 黃珊珊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 拋出這句話 為什麼要這樣丟出來 因為他已經發現自己玩過頭了嘛 他先前一直在打國民黨嘛 這是標準的打人發Q人嘛 我先把你打 把你摸兩棍 就是你跑過來要回擊 我說不要啦不要啦 先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時空環境大不相同了 我們先搞清楚 黃珊珊現在最害怕的是什麼 是我們剛剛談到的 賴清德要去打攤 賴清德要清廉 以及國民黨所有人 都把矛頭指向她說是 藍白破決的戰犯 是小綠 是小英女孩 是促成在於整個失敗兇手嘛 這件事情黃珊珊解決了沒有 沒有 她原本為什麼不需要解決 因為原本只需要跟一個人負責 這個人叫誰 柯文哲嘛 她為什麼要去做這麼多奇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要撕毀六點聲明 為什麼要當鷹派 為什麼要跟小姐姐不斷的攻擊 找各種戰犯 從媒體到政治人物 各種場域都是她的敵人 為什麼 因為她展現自己 我才是你最忠誠的護衛軍 柯主席 我永遠效忠你 我是你的鷹派 而其他人等都可能是滲透 都可能是間諜 所以我為了主席 我誰都可以殺 當然這是展現忠誠 鞏固她權力核心最好的方式 你說柯文哲有沒有信她 有 信得服服貼貼的 三三說了算 當她小滴了沒關係 但現在出現一個大問題 柯文哲去了哪裡 保安哥我們今天討論了一整天 柯文哲去了哪裡 沒有她的畫面 在整個立法院議事工坊 這個最重要 大家講意外龍頭的時候 她卻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主體性很重要 主體性現在就是不分區委員 那柯文哲是什麼工作 有大安森林公園 他午夜遊民嘛 他沒有工作嘛 所以他才會穿著台北市長的背心 很害怕自己沒有角色嘛 所以這種情況下 黃珊珊自然而然搞清楚了 如果說柯文哲拍板 未來立法院主戰場 確實是藍白河 要反綠 這個非綠陣線 要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請問她的角色定調 乾不尷尬 尷尬 她未來 欸 這不是院長的問題啊 韓國瑜通過之後 請問招委民眾黨要去拜託誰 韓國瑜要去拜託誰 國民黨請問未來在提案 法案共同意識工坊要去找誰 國民黨嘛 你已經認國民黨當大哥了嘛 你以為國民黨是塑膠嗎 當然不是啊 你今天還是要透過韓國瑜 去跟黨團溝通磋商 才有可能促成去提到你要的案子 才有可能促成去讓你的招委 能夠拿到一席兩席嘛 所以這時候黃珊珊需不需要她的角色 不需要啊 她的定位變成什麼 變成是累贅 變成是阻礙了嘛 所以黃國昌笑得很高興嘛 而且搞不好還變成眼中丁了 所以你才懂了嘛 今天不只是黃國昌耶 連陳昭之都加入反律了耶 陳昭之說什麼 說 對比傅昆吉把我們秀名名 民進黨都不是有門不理不睬 我跟你講啦 不要以為講這些 什麼護台言論就能收買我 他臉書上寫的啊 說你們展現了十足權力的傲慢 連陳昭之都反了 陳昭之跟黃國昌聰明嘛 轉得快 他們看得懂嘛 他們現在是什麼政黨 民眾黨了 已經不是以前的 也不是陳衰扁的 也不是民進黨 也不是時代力量 在民眾黨就要做民眾黨 該做的事 而民眾黨最大的利益是什麼 反律才會有最大的利益嘛 所以兩個人 你看為什麼今天韓國瑜 左右互反 梁提提兩個人 他們搞得清楚狀況嘛 所以那這時候黃珊珊該怎麼辦 沒辦法 他尷尬 只能趕快跟韓國瑜拜託 先處理他跟國民黨的關係 請求國民黨委員不要再打我了 勞過我了 放過我好不好 他這句話是不是真心實意 這跟以前黃金會差別 最大差別是哪 以前是語帶動賀耶 是你需要我耶 現在是我需要你 喔啦 這個 國瑜委員 幫我處理一下 不要再攻擊我了 但講白了 請問黃珊珊現在想要洗刷 想要洗白 想要轉向跟國民黨合作 容易嗎 能夠嗎 國民黨不會相信他的嗎 當然不會 第一個就欣賺他 不會相信他 第一個就處理他 因為他小英女孩跟民進黨色彩 太濃厚了很難去解決嘛 所以你仔細觀察 今天不只是國民黨 包括連蔡吉昌來 游西昆來 他也沒給好臉色 所以黃珊珊現在 已經開始在做角色轉換 角色調整了嘛 但我就講了 已經為死已晚 昀岳 你也是老江湖了 你也是看見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瘋瘋瘋瘋 你說你也看到了 韓國瑜擁抱黃國昌 而且兩個人的表情 連你都嚇到了 對啊 這兩個原來是世仇 從2020打到現在 黃國昌一直是綠的代表 然後深綠代表 一個是深藍代表 那個不只是什麼 相逢一笑 閩恩仇這樣子 他不是私人恩怨 結果兩個人今天這樣子抱在一起 韓國瑜那種爆法 那個是喝完酒以後 你是我兄弟啊 他那個整個抱起來 光到海碰到孤政府 講的那句話 杜敬捷波兄弟在 相逝一笑 閩恩仇 對 他們現在那個狀況是這樣的 而且你沒有發現 那張照片裡面其實很驚人 尤其跟下午的這個 對比 對比 你看旁邊的黃珊珊 張奇凱 大家都笑得多開心 那個是黃珊珊跟張奇凱 這兩個人呢 他是藏不住的 我們認識他們那麼久了 這兩個人的表情是藏不住 你看他下午的那個 跟游錫坤的照片 對 就是很僵硬的 奧獨都那個 對 所以就行禮如遺 然後那個早上有國國報 下午要不要有蒼蒼報 那蔡奇凱都說不用了 我只抱我老婆 對 我只抱我老婆了 那所以這個方向其實就是 民眾黨的定 這個方向 你覺得是定了 在這一局裡面 大概已經 八九不離世已經定了 那沒有對外說明 其實大家都在裡面在玩說 是反綠還是反藍還是什麼東西 其實他就是做一個場 然後過一個場了以後呢 最後拍板定案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還是在後面 對 操控一切 那黃珊珊她代表的 叫做柯文哲 她一直忠心耿耿 那代表的叫柯文哲 也就是說 黃珊珊在這一局裡面 那她要扮演的角色 不只是甄嬛 那柯文哲身邊 我是你的寵妃 我是你最疼愛的人 No 她叫做富豪 我還可以幫你大三 幫武丁幫你國王大殺四方 去滅鬼方 那結果 所以我是你的御前 戴刀四筆護衛 對 我還是 那不但是親信 然後我還 我還這個是 可以幫你大殺四方的將軍 那她想要辦的是這種角色 可是這一仗 並沒有成功喔 那黃珊珊其實是 要幫柯文哲背很多的東西的 所有的指責到她身上去 她 我覺得她 對於自己的那個民生的要求 那她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也就是說黃珊珊其實很珍惜羽毛的 你說她今天跟韓國瑜講的這個話 真的是充滿壓力了 充滿壓力 而且她說 我們兩個黨既然要合到一起作業 你們的人 什麼林涛啊 什麼每天對著我修理 這樣也不好吧 那她其實大概的意思是比較 是這樣子 是既然要合 大家她就要求合 那就是說 兩個黨既然要合作的話 那她才會提出這種要求 那 我這樣子講好了 就說黃珊珊她在這個 這一局裡面 有一點冤啊 這我老朋友幫她講一點話 好不好 對 她有一點冤 什麼叫冤呢 通常是這樣子 那個我們這個 中國的政治裡面 都常常在講清君策 對 君王旁邊有奸臣 寧臣 小人 全臣 對 然後清君策 好像因為不敢罵地獄王 不敢罵那個君王 那其實沒有昏君拿來寧臣 這個我講時代話 這個事情呢 是一個 一個最明顯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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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 黃珊珊在內外的 膠折的這種壓力下面 她快承受不住了 那 所以她現在在跟國民黨求和 在跟外面的人求和 她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稍微平息下去 能夠喘口氣 要不然的話她這個事情 沒完沒了 對 東亞在前一陣子就講 她覺得 賴清德想要起死回生 她這一次只是 等於說是脆弱多數 你只有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你要連任對你來講 那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關卡 而且面臨這樣的一個 執政的包袱 你要怎麼樣的翻過去 她說唯一只有打貪腐 結果你就看到 賴清德後來的談話都講 清廉清廉清廉 而且說連卡羅圭都不能去 代表這條線是踩得很緊 而踩得很緊了以後 你說她要跟什麼 跟野倒缸 這篇文章講出來一塊講 因為她知道 她說為什麼我們的政績很好 我們選這麼辛苦 是因為有一些小問題 有什麼小問題 剛剛講的 生活 經濟 民進黨腐敗 土地正義 所以你非除你不可 所以你都已經可以聞到 那種刀光劍影了 對 賴清德絕對曉得 這一次她在選舉當中 選得那麼辛苦 照道理講 蔡英文八百多萬票 然後執政這八年來 照道理講說 應該是很容易過關才對 結果她為什麼 在這一次選得那麼辛苦呢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說 因為社會輿論的變化 對於打貪反腐這一塊 特別是民進黨 可能有一些 貪污腐敗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她在大選演講的時候 結果有一些大學生 就跟她說 民進黨貪污反腐 她只是反問說 有哪些人 你把它指出來 雖然是沒有指出來 問題是整個社會氛圍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她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嘛 民進黨貪腐 是 那你記不記得當時 九合一選敗的時候 她不是跑到台南去嗎 叫所有台南一些議員 或是甚至黃偉哲 然後站起來 幹嘛 大家站起來 黃偉哲坐在旁邊 市長站起來 對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因為就是民眾厭惡了 就是什麼 就是感覺好像 政治是一團髒的這種概念 那她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她如果這四季 她其實不用再去打什麼 抗中寶臺 因為在這次選舉當中 其實很多年輕人 她也不會去投國民黨 她也不會去支持九二公司的概念 但是她明明就是不支持國民黨 為什麼不會支持民進黨 反而是讓民眾黨可以壯大 那就是代表一個什麼概念呢 就是民眾已經不再把這個抗中寶臺 這個東西當作一個最主要的東西 而是什麼 而是民生的議題 或者是所謂的居住爭議的議題 這是跟自己比較有關係的 比如說打貪反腐的議題 那那些人如果不趕快做這些事情的話 那民進黨可能在四年後 她也不用再連任了 因為她如果要連任的話 她唯一一個契機就是打貪反腐 把一些這個所謂的自己 第一個啦 就是內部自己民進黨執政的這些過程 公職人員來講的話 有貪污腐敗的要抓出來 賴心的趕葬座嗎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當然 賴心的趕葬座嗎 我認為她趕葬座 因為她自己自命 賴心的趕葬座 自己自命 就是說她自己在過去來講 台南市長 或者她過去承服公職的一些歷任的經驗當中 她自己是會自我要求的 那既然自我要求的話 她也要求自己本黨的 這個黨公職人員 也要做這些事情 同時間 她也會學習近平 用打貪反腐 來處理對方的這個議題 也就是說不同派系的人 那比如說 國民黨內或是民眾黨內 有一些有可能也是打貪反腐 她也要一起打 但是要刮別人鬍子之前 要先刮自己的鬍子 所以她會從自己黨內先做起 然後之後再由其他政黨 來進行打貪反腐 那這個東西如果做得成的話 讓民眾感覺到 感受到那一種 就是公平正義回來的時候 自然而然在四年之後 還會繼續再投給賴心德 接下來事情就是想講 你就預估到了 未來的四年 就是柯文哲跟賴心德的戰爭 對 因為這兩個之間的 票源的衝突性太大 而且賴心德或是民進黨 跟國民黨本身都有基本盤 這個基本盤我們長期看下來的話 都是差距在5% 10%之內 差距不大 那差在哪裡呢 差在年輕票 那年輕票這次被大量 柯文哲集中了嘛 所以三百多萬票 全部到她家去了 當然她的手段 不是非常的正當 她用欺騙的方式取得 可是那不管她 她可以拿到這個票嘛 好不好 那現在就第二個問題 我現在談一個問題很簡單 我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當時 柯文哲在第一次 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是不是提出一個五大弊案 對 五大弊案 五大弊案 結果他打到完的時候呢 有沒有查到任何事情 沒有 沒有查任何事情 那結果是怎麼樣呢 好羅賓垮了 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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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垮了 好羅賓垮了 馬英九形象垮了 對 就垮了啊 國民黨就被柯文哲一個人搞垮啊 五大弊案 你說國民黨垮 這被柯文哲搞垮的 就五大弊案搞垮 對 這五大弊案什麼 柯文哲喊五大弊案 喊到最後 他把這個政權交出去 交給蔣萬安的時候 急急忙忙的 快點把這個大巨蛋弄掉嘛 對 都是他講的話 都是他指出的毛病 對 通通都可以 馬馬虎虎結束嘛 就是很簡單 弊案是他說的 沒有弊案也是他說的 結案也是他說的 所以柯文哲一個人在那邊玩弄 所謂的媒體跟法律 他把五大弊案變成了一個 政治的鬥爭工具嘛 按照柯文哲的五大弊案的 標準來看的話 我請問你賴欣哲可不可以幫柯文哲去創造五大弊案出來 他會這樣做嗎 我說可不可以創造出來 有可能 對啊一樣啊 你這個 你自己幹的事情 你建立的標準 按了你的標準幹嘛 這麼簡單的一個事情 對 第二個 高宏安的四十六萬 四十六萬貪污耶 你認為四十六萬貪污這個事情 如果說把那種法令稍微轉個彎 稍微鬆一點的話 你認為高宏安會起訴嗎 我覺得還有空間法 也就是說法律的解釋的空間的鬆緊的事情 是法律人的專業範圍 我們沒辦法揚引智慧嘛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好的律師跟好的司法官 可以打出不同的結果 有可能嘛 對 第三點 柯文哲留下的案子裡面 百億百億百億的一大堆嘛 那我問你吧 那柯文哲第四點 柯文哲在十二月八號 對 淑慧就已經講過幾個案子 第一個跟他講 現在金華社的案子就是有問題 還有現在南港有一些土地的什麼劃分問題 還有一個叫我們講的 他說現在很多社會宅 有很多的錢 根本也是爛攤子 我也查到一些具體的事項 包括一些他的這個 過去跟選舉的募款 有掛鉤的一些事情 反正這些事情都是有模糊的 有空間的地方 我敢保證 情況都比五大變還嚴重嘛 比五大變還嚴重 可以做大作文章嘛 如果要真正要用柯文哲的標準 來對付柯文哲的話 我給你保證今年 在台北市政府的施政裡面 搞五大弊案 搞十大弊案 都沒有問題 都可以創造出來 那這個就結束了 那你認為新潮流沒有這個能力嗎 當然有啊 你認為民進黨沒有這個能力嗎 新潮流這個地方最厲害了 最厲害嘛 都是法律人才嘛 所以這個方法一打下去的話 我問你 小草去哪裡了 小草就回民進黨了 小草什麼韭菜都不重要了 因為柯文哲就跑法院嘛 柯文哲被抹得黑黑黑黑的嘛 柯文哲變成一個貪腐的柯文哲 到時候你根本沒有時間去談什麼 什麼 還給我們一個國家 把國家還給我們 國家沒有還給你 你先把法院先多跑幾趟 這個情況就是柯文哲是第一號目標 當然他會夾帶了一些東西出來 夾到很容易啊 我會跟他 我們也會喊話溝通啊 他只要把BNT的合約公開就好了嘛 BNT的合約公開的話很簡單啊 那我也不要他來公開 我請我的法院叫他公開就可以了 一公開就很簡單啊 那就是當時的我們政府買的這個合約 比郭台銘的合約貴了很多錢嘛 這些都是因為竹帆不及備戰 非常容易創造一個改革打貪腐的 英雄人物的賴心得